好 下面是本科的语法部分 语法部分呢 我们直接来看吧 我就不念这些标题了 首先是一个它的什么主动或者被动的含义 大家还是先首先要看一下教材 也许书上这些表格 不认识的词呢 可以自己查一下 这个地方想说什么呢 是想说吧 这里写 由动词派出来一些形容的词呢 一般都语上都有主动和被动的含义 或者是反身那种形式 什么意思呢 我举了这些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interesante和interesado 什么意思 interesante是不是主动的 是什么意思 令人感兴趣的是不是 令人感兴趣的 而interesado表示感到有兴趣 或者说我们很简单 我们是不是小学时候 还是中学时候英语课怎么讲的 说interesante是不是相当于是 家务做主语 一个东西使人感到有兴趣 然后一个人感到interesado 是不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interesante是一种主动的感觉 可像是 就是一个施加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而interesado是不是这种被动的 就是被施加含义 就是说在西语中 是不是我被使感兴趣了 懂我的意思吗 可能有点绕 就是interesante使人感到怎么样 interesado我感到怎么样 就是我被动的接受到了这种心情 是不是这种情绪 好 就是它所谓的主动被动的意思 好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几个句子 比如说me interesa mucho la película 是不是主语什么是不是电影 是不是这个电影使我感到有兴趣是不是 那所以下面来看 那么la película me es interesante 没问题是不是这个me表示一种类似于就是利语格或者是怎么说 这个电影对我来说使人感兴趣 懂我的意思吗 la película me es interesante 这个是不是有提供说它是一种主动的含义 是不是 因为谁是主语啊 之前 belicula是不是主语 是不是电影使人感兴趣 是不是 所以说la película me es interesante 施加动作的这种主动含义 是不是 而如果我说我感兴趣呢 说estoy muy interesado en esta película 没问题吧 是什么我感到有兴趣是不是 用interesado或者相当于我被这个电影使感兴趣了 或者说这个me这个我是不是我们原句里面的这个编语部分 是不是我是被施加interesado这个动作的人 所以说我用interesado这种被动的形式是吧 被动的形式表示一种被施加的这种含义 estoy muy interesado en esta película 我感到感兴趣 这个电影呢 la película me es interesante ante和ado这种区别 体会一下 以及这句话我是不是可以改成这样子 me intereso interesarse是不是也可以 字符是不是也可以 me intereso por la película 我是不是可以自己是自己感兴趣 为什么因为这个电影是不是 这就是他所谓的字符含义 是不是对应于这种感觉 是不是我被感兴趣了和我使我自己感兴趣了 都是一种被动的这种含义在里面 反正这里面呢他就是一个也不算语法点吧 就是类似于告诉你一下 andé和ado这种什么什么de 什么懂这种他们之间呢 是有他的含义在的是不是 一种主动的含义和一种被动的被施加动作的 或者是我自己感到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啊 可以被便于你的理解 总的大家就是体会一下这种主被动 这种关系就可以了啊 嗯 那么第二点这个什么行文的一致性 那个什么鬼性 大家自己看一下教材就可以了 那个历史还挺长的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啊可以看一下 以及最后呢 因为是最后一课呢 最后一课的语法点 学会想补充的一些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首先 语法呢是不一定有对错的 就是说我们学了这种东西 就是随着你学习呢 你会遇到越来越多的 就是不符合规则的语法 很正常很正常 这很正常 因为你想我们中文 我们中文有学过语法嘛 就是也学过是不是 但是我们没有像西语这样 西语学过语法 然后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跟你学过的不一样的语法 很正常 包括你学过的规则也只是一小部分 其实就是很大部分的规则还在等着你探索呢 好吧 而我们学的语法呢 都是所谓的书本的规范的语言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现在说话 如果你把这个书都背好了 那么你说的话呢 就像背课本一样 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我们大家说话 不会像课本一样说话了 所以说就是如果对考试来说肯定是要求 说你写这种规范的规范 但是西语呢是很大的一面语言 是不是并不要求说你完全的按照你所谓的规范 也不是说就你的肯定是对的 但是你的不一定是最自然的 或是最合适的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现在用你的西语 绝对是别人可以听懂的 但是它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所以说语法学习呢 它就慢慢的去拓展就OK 你把基础的底子打好 然后剩下你就自己 见到什么用什么就可以 因为西语的语法吧 它没有那么那么严格 而且西语区 比如拉美区那边 他们的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吧 他们的语法会更多一些显得就 好然后呢 我这里写说和一些令人迷惑的语法和解 什么意思 就你不要执着于某些 还就是说 哎呀这个语法跟我学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能理解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这地方你就可以放过它啊 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呢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因为网上很多那种论坛什么的 包括很多人解释语法 可以查查有些语法 为什么你不理解 没有它是某种特殊用法 或者某种我们没有学过的 很隐藏的这种用法啊 所以你不用太焦虑 就是最主要的那些那种实态啊 那种试啊 比如陈树是虚拟试 也就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类实态 它们的各种搭配 试和实态搭配 你学明白了 然后很多就是一定是那样的东西 你学明白了 甚至也不一定的不确定那些那种内容 就慢慢来学不用着急 就是说要学会和解知道吗 就不要给自己给自己添压力 因为西语不止有语法是不是 还有那么多单词等你学 还有那么多现象 还有那么多什么文化生活 都要等你来了解 好然后下面我说 要多接受原文的那种阅读材料 就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呢 毕竟还是我们的思维来搞出来的 然后你要学习人家的思维方式 也是一种学习语言中要理解的 要模法的一个东西哈 你要多看一看原文的阅读材料 他们的报纸 他们的新闻 他们的电视节目 他们用什么那样的语言 你要去试着去学习一下 看看他们都是怎么用那些词的哈 以及包括母语者的课语用语 也可以学一学 很多东西包括 我有一次经历是跟一些小孩子 西班牙的一些初中生吧 小小小生一起采用一些活动什么的 他们的口语很多 就他们的一些口语 他们的长辈 就西语的母语的长辈 他们都听不懂 所以说不同人的口语还是不一样的 可以多接触接触 就是他们日常会说什么话 就他们口语会写什么话 说什么话 他们书面写什么话 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去拓展 你书本之外的那些东西 因为想想我们这个四册书 一册十六个课文 其实也很少 是不是 你不能说西语 一共只学了十六本这几本课文而已 你要慢慢的去拓展自己的阅读 最后我写感应开口 是不是 你不要担心自己的口音很奇怪 因为跟你讲 就不说西语吧 英语为例 我在英国的时候 有很多欧洲同学 西班牙同学 法国同学 德国同学 他们口音其实也很奇怪 包括一些印度同学 他们就是口音真的没有影响那么那么的 说说起来就跟那个本地人一样也没有的 他们英语也是那个水平 你不要担心你的英语不好 因为首先 不是你的口音不好 因为首先 口音这个东西 好像我觉得国内更看重一点 在国外 尤其是很多美国人学西语 他们的西语都是有很重的英语口音 比如说随便举个意思 比如说我说estar 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他念estar 那么西语 那么如果有美国人念 他可能学到他就是estar 他可能学到estar 但是这不影响他们西语的内容可以表达出来 也不影响他们可以跟别人交谈 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你不要因为你的口音或者你的很多错误 觉得我不敢说 或者无法交流 因为就慢慢的来说 慢慢的让自己去想一些自己能说出来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了 慢慢要练习开口 好 最后一个小网站在这里 这个网站是一个语料库 是一个语料库 是一个公共的平台 它上面可以搜到很多西语和英语对照的文本 你可以在上面查很多那种 就是现在正在用的用法 然后因为我觉得吧 字典上很多例子都很老 上面例子都很新 你可以去查一查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课 语法部分的全部内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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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